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今天很高興又和大家做桑普論證這個節目 來到4月12日, 星期五的時間 希望大家一如既旺, 都是多口講句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但不要假的, 我要多手做一件事 希望大家未做的可以Subscribe 每個月定額支持我和協會的Patreon 看完廣告, 看完影片 comment like share, 以及利用Supervencer Function贊助支持本人 多謝各位 我們看回馬習議會 馬英九和習近平 習近平的中國 習馬議會, 台灣就是馬習議會 總之就是CGP和馬英雄 他們兩個的第二次會面 就在10日, 在4月10日下午4時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東大廳登場 第一次的會面, 當然是2015年的11月 當時馬英九還在做中華民國台灣總統 分別是什麼呢? 當時是做總統 現在就是什麼呢? 前總統 什麼都沒有, 黨籍、公籍什麼都沒有 也都是過了冷河期 可以讓他趴趴走 去中國大搖大擺 大家知道呢 他去中國道的一些很多事實 我們看回是相當得人害怕的 就是 怎樣去親濟皇帝令 就是穿了那些什麼袍 然後去到北京, 未明湖畔 看到人打了太極, 剝了西裝外套 然後就在那裡打 全部打太極 各位 我覺得這條一場戲 記住外交無意外 在中國不是讓你自由發揮所有的事情 你在長城那裡 你要唱長城要 你覺得你自發而為 很多台灣人 就不知道中共那種精心安排 套好的部署是什麼 你要來訪 你要跟我夾定 誰夾這些行程的 陳元峰 國台版的前副主任 加上你那個馬英 那個辦公室的重要人物 蕭玉神 兩個都對好所有的事情 每一個行程 每一個細節 全部都寸好了 基本上 不可以有意外 由深圳 去看這個大疆創新的參觀工廠 參觀騰訊設備 晚上看一大堆無人機 可能那些都已經 用來揣擾過台灣的金門海域 甚至是台灣本島 跟著你去到陝西 看那些什麼 這個王低齡 是不是 秦始皇 whatever 跟著你看回 要講 炎王子孫 龍的傳人 沒有講龍的傳人 炎王子孫 血龍於水 兩岸中國人 振興中華 說成中華 中華的中字 就好像一定會 癲 即是叫做 不知所謂 即是你只要 講一句通關文語 好像 馬里馬里空一樣 你就可以 變成成 可以得到入場門券 由廣東 陝西 跪到北京 北京要看故宮 是不是 拍照 你看不同的地方 進進顯出 你對於這些地方 盧溝曉月 盧溝橋 抗戰紀念館這些 全部將你陷入一個框架裡面 陷入什麼呢 大疆 這個 騰訊 甚至在陝西看到的龍基陸能 全部都是被美國 曾經 或者一直制裁 禁運 的一些企業 即是要你站在反美的一面 你要看回日本當時侵華 當然日本侵華是絕對不對 日本也可以反省這段歷史 不過道歉這麼多次 中國人一直都不接受日本人的道歉 為甚麼呢 是吧 賠償是你中國兩個政府 兩個國 兩個政黨自己放棄的 是吧 那我就說 去到今時今日 你還要去講這些 反日 抗日的老調 講長勝耀 還要講一些 好像一百年前 或者幾十年前 七十多年前 所做的事情 我會覺得很可笑 八十幾九十年前 你還很可笑 還在講這些歷史 不如你講 三藩之亂 不如你講回元武門之變 即是你已經去到反差的地步 是吧 甚麼叫做 中華民族 根本上有遊習概念 由1900年左右 1910年左右 由梁啟超去講的一件事 他晚年都其實很不滿自己提出過這樣的概念 因為中華民族這件事 就將漢滿蒙迴藏拼入來 而彼此沒有一種共一國共一家的概念 是當時你征服去到哪裡 你就成為那個族了 所以去到最後 這個不是成為一個族 你不會覺得 你和蒙古人一樣 你和西藏人 維吾爾人 哈薩克人 朝鮮族是同一個族 是吧 但這個出現本身是個遊習的概念 所以遊之中 不可以說 喂 我們的國家有很多個不同的族裔組成的 我們共同有認知 單一中國的這件事 當時軍閥割據 哪裏是單一中國 中華民國只是一個名字 但事實上是各個地方 聯省自治分治 OK 那我們看回整個局面就是這樣 那你就說 要用閻王子孫來看 各位真是很荒謬 我再說多次 閻帝是神龍士 神龍士呢 就是姓姜的 皇帝呢 就姓姬的 姬法 兩個人呢 是世成水火 一先一後 閻帝在先 和後裔在先 是被皇帝移族滅族的 種族大屠殺的 你講閻王子孫 就等於說 自己是 毛澤東與蔣介石的子孫一樣 就都覺得很奇怪 兩個死對頭 你怎麼會把這件事變成一齊呢 然後這樣覺得很high 其實 你問你自己 問我自己 我自己的血 我自己的DNA 怎麼會只是純種地 從那個黃河流域流出來呢 這麼多年 說得白一點 你和我都打亂種的了 你說很難聽到 打亂種 我們是純種的 你就是法西斯主義 納粹主義 我會說 你的種有什麼關係呢 你的DNA 哪個軸藥有什麼關係 你的血液有什麼關係呢 你的觀念 你的思想 才有關係 你的奴才 是不是走狗 才有關係 是吧 所以這個是很突然的 所以 馬英九喜歡這些東西 他從小到大 在海灣國民黨教育 他的爸爸 他的老師 幼成亭訓 他們學的就是這一套 中華民族 中華民國 各方面的東西 他完全承受了這些東西 覺得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是重要的 所以他才會說 這個 中華民族過去經受100年屈辱 最近30年 在兩岸中國人的努力之下 一步一步邁向共同振興中華之路 這個是嗨的 是打從心裡面 就是打飛機般的亢奮 他就是亢奮的 說血龍於水 中華文化 兩岸中國人 炎黃之孫 嘿嘿 這樣很開心的 振興中華 嘩多開心 對台灣來說 沒有穩定的和平兩岸 就沒有安定幸福的台灣 對中華民族來說 如果沒有和平和平的兩岸 就沒有摧灘光明的未來 跟著說 大家要 以這個中華民族 對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 這個就是他所說的 所以在他血液中 有兩件事很重要的 第一 中華民族 和中華文化 偉大復興 這個使命 他覺得 天將降大任於私人也 必先復興民族與文化 這個就是他的想法 OK 他不是在想人權自由民主 No 他在說的是 國眾奉興 這個是他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在這個前提之下 分字也好 統也好 讀也好 武也好 不在話下 OK 他從來沒有反對過武力統一 也沒有反對過統一 甚至我覺得統一是長遠目標 所以就跟習近平一拍即合 馬英九是否共產黨的間諜 我再說一次 不是 但是呢 他是極容易 他的思維模式 是不需要用藍金黃 都極容易被共產黨利用 他的地位 比共諜造成的破壞力更大 因為他是真心教的 OK 當他說道盡傑波兄弟在 相逢一笑面恩仇 我就問 真相 公義 程序 民意呢 跟著我是香港人 我從香港九龍出生 他從香港九龍出生 我在台灣住 他在台灣住 我有中華民國台灣國籍 他又有中華民國台灣國籍 他做過總統 我未做過總統 也不會做總統 但肯定有一點就是什麼呢 道盡傑波兄弟在 相逢一笑 敏恩仇 講這句說話的人 講給香港人聽 更難聽過粗口 你憑什麼 對香港 現在 2019年到現在 四五年的狀況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呢 你憑什麼呢 香港淪陷 幾多人被拘捕 香港變成大監獄 裡面一個個小監獄 找了很多疑人 你有沒有講過半句說話呢 你在習近平面前 有沒有講過 香港本來講過一句說話 你說你的認同不是香港 行 那你負責呢 是不是 還有很多被中國 拘捕了 掀制中的 台灣的人 包括台商 在內 你憑什麼 道盡傑波 就變成兄弟 然後問恩仇 還要一笑自知 當日朝早 十七架次的共機共艦 揣擾台灣 你有沒有講過呢 共蝶安 何堅華安 我們講過了 已經是 揣擾台灣那麼久 你有沒有講 任何說話呢 統促黨 時而不見呢 金門 禁限水域 被沙霧船隻突入 你反而說 為什麼台灣要撞死那些人 你責怪 空岸 但不責怪 人家闖入水域 再不要說 3月30日 無人機闖入 金門義膽 你有沒有講過半句話呢 什麼叫問恩仇 什麼叫相逢一笑 得人害怕 所以這件事很得人害怕 然後很多的 藍營的媒體 繼續說 他是這樣說 彈公咀 中華民國 中華民族 彈公咀 這個我什麼解讀呢 是不是 我就是 跟傑斯 明天播出的 《桑海神州》 就跟大家解讀一下 因為我不想重複有關的內容 習近平呢 就基本上 整篇話這樣說 完整度一次 因為我在《桑海神州》的節目 就沒有完整度一次給大家聽 他說 稱讚馬英九 數有民族情懷 堅持狗義共識 反對台獨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促進兩岸青年交流 致力震撐中華民族 央視的畫面 接著報一些柔和的音樂 接著說 習近平說 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漫長歷史 記載歷代斯文遷居台灣 凡顯身色 記載著兩岸同胞共譽愛母 光復台灣 中華民族一路走來 書寫了海峽兩岸不可分割的歷史 鎮黑著兩岸同胞血脈相連的史實 後面又說 四句話 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 沒有心結不能化解 沒有什麼問題不能商量 沒有什麼勢力能把我們崩開 這四句話 央視是沒有播出的 你看回自由亞洲電台有關片段 也有這些片段 三個沒有 他說 外部的干涉也阻擋不了家國團圓的歷史大事 海峽距離阻隔不了兩岸同胞的骨肉親情 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 兩岸制度不同改變不了兩岸同屬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客觀事實 兩岸同胞一路走來 始終深守相連 守望相助 希望兩岸青年要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 骨氣和底氣 共創中華民族的面場不止 逐寫中華民族的歷史真輝 我看完這段 當然很多骨避 我先不說了 不是骨避 垃圾 我都很厭惡 我都說我自己不是中國人 我都不喜歡 你不要再不跟我說我是中國人 我不是中國人 我再說一次 我不是中國人 也都不屬於中華民族 OK 我是香港人 我是台灣人 我是桑普 Thank you OK 那如果你說有什麼的疑問的話 那你穿護照 中國人 就是這麼基本的原則 喏 全篇沒有說統一兩個字 然後很多媒體就說 你看看 他tune down了些 是他tune down 動機是什麼 看我和傑斯的桑海神租 但他整篇有沒有說統一呢 有 家國團圓的歷史大事 一個做國家一個民族是客觀是實 就是他不用統一兩個字 寫盡統一的東西 就是我現在說 我要將你放入我的食道 還有我要食你 究竟兩句話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一樣 那你說沒有說食字 事實上就是一樣的東西 我會將你放入我的食道 還有我要食你 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是吧 所以我說了 大家看清楚他 他全部都有針劍在裡面 為什麼要這樣做 是有原因的 OK 那麼 買個關子 看傑斯頻道 看傑斯頻道 我們第二集的 這個 這個新桑海神租 好 那麼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你知道整段東西 是不是雜誌頭寫的呢 蔡奇 OK 整件事就是說 陳元鋒和這個蕭玉神 就是賣板的人 是處理所有行程 十一日行程主要的東西 除了見習近平所有的細節 怎麼看 譬如說 那些記者 之前兩天收到的可能 要去 之前的一天 先跟你說 你要帶什麼 帶密 要去哪個地方集合 跟著去到了 4月10日的早上 核酸檢測兩次 中國大飯店 核酸兩次 尿鼻兩次 OK 那麼尿鼻兩次 都不說 你知道做什麼的喔 那麼我說 馬集會沒有說 其實大家都猜到 不過呢 這是故作神秘 跟著 找去5個台灣媒體去 我記得是中天新聞 就是那些共產黨那些 蔡顯明的東西 旺旺忠時的東西 就是中時 中天沒有中時 中天 中視 中視 中國電視就是 台視中視華視的中視 KBBS 東芯ETtoday 和這個段合報 5間媒體去 那麼每5間媒體去那個地方 當然完全維持 就是你們不會在那裡出格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目的 那麼習近平基本上 藉著這件事 想達到的目的 第一 宣示併登台灣的意圖 圖謀野心不變 第二 做大內宣 講給全中國人知道 中國的歷史文化 和台灣血脈相連 民進黨政府 是弱勢政府 不能代表台灣 這個當然是假話 第三 分化台灣的內部關係 利用馬英國作為槓桿 繼續等於在台灣煽動輿論上的衝突 然後希望台灣進一步分化 第四 壓迫 脅迫 賴清德 在520總統就職典禮所發表演說方面 不可以脫離一宗框架 要他學一下買這個習近平 第五 向國際去宣示 中國還有朋友 未被孤立 中國和台灣 亦都有很多人支持統一的 亦都是投入民主陣營的 台灣是家務士 反對外國勢力干涉 我就說 此言差異 馬英國經常標榜 和他的辦公室經常標榜 兩岸交流對話 就是共識 有77%的民眾支持 但 他這個說法 是完全沒有真正的根據 因為他忽略了前提 對等尊嚴 你不承認 兩國 兩政府 就是說 一國兩府 一中一台 或者兩個中國 你不承認的話 就不能談下去了 各位 很多大中華家 依然堅持一中的人 你自己想一想 如果你堅持的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你可以避免 不需要看這個節目了 你收屁了 如果你堅持一中 是中華民國的話 你不尊重現實 你這麼多年來 都活在自己的 法統 道統的幻夢裡面 這個中華民國的意思說是什麼呢 包括蒙古、新疆、西藏 香港屬於中華民國的這種情況 講笑也好 法統、道統也好 你問我們中華民國憲法 你這麼寫 我跟你說不是憲法 我跟你說是現實 睜大眼看清楚的現實 十四一人 會不會認為自己中華民國的人 盼黃絲之歸來 不要在這裡發夢了 稍有進出過中國的人 和中國人溝通過的人 都不會做這些癡心妄想 是不是 我不排除少數人敢做極少數 OK 白紙運動 四通橋 都不會掛出中華民國國旗 所以我覺得 你不要想起 自己想入非非的事情 不要想起 面對現實 現實就是 我們在一個 畸形的 和現實不符的憲法之下 在台灣 的中華民國憲法 下面有兩岸條例 港澳條例 這是一種變態的 和現實生活裡面 不相符的一種制度 但是我們勉強接受 勉強接受 就是因為它能夠保障 我們的人權法治 變成中華民國台灣體系 OK 那你不認為 台澎金馬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你認為 中華民國 只是這麼大的 台灣只是中華民國的一個 一個小丹春 那我覺得這件事的話 已經是脫離是十幾十年了 而且沒有人要我反攻 你兩掌都說 我要自己反攻 但是沒有人現在說反攻 你問一下 馬英九和現在國民黨的人 誰說要反攻大陸的 你說我 例子給我知道 是不是 如果是這麼說的 我也覺得 有邏輯上的 合理性 就是當是一種暫時狀態 你要反攻 沒有人說要反攻的 也沒有人要反攻的 或者有些是 國民黨有部分是反攻的 極少數 張大眼睛 你看一下 你外省掛 黃富卿現在說打散他 是不是 接著去到這個 半土派 誰要反攻 沒有 香港都不支持 香港人的苦難都不支持 嘴巴講很多 要幫忙的時候 沒有幫忙 看在眼裡 他知道在心裡 點滴在心頭 是不是 我們很清楚 什麼人是做什麼事 很多人都罵蔡英文 我只是說 人家對於難民 真是有幫助的 難民就是 台灣沒有難民法 就是專案人士有幫助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事實是什麼 事實上 台灣要求 對等尊嚴之下 去跟中國去 deal 你 deal 都不可以說 當它正常國家去 deal 它是一個 中共國 專制國 敵國 我們要豪珠戰略 充實自己的能力 國防 民防 深防 而民眾的醫院是很清楚的 很多時候都說 台灣人會投降的 這些是中天 TVBS 東芯 很多人的毒素 陸委會 台灣的政府機關 4月最新文調顯示 78.8%的台灣人 不認同 中共所堅持要求 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的 九二共識下 兩岸才能夠恢復對話的看法 即是不可以九二共識下對話 但馬英國偏偏這次高舉九二共識 接著說 一中角表 我再說一次 你表 他表 不代表有共識 是代表沒有共識 我說 角夏 是一個男人 然後你說 我自己是一個女人 我們角表 代表我們有共識 沒有共識 OK 我們哪有共識 是不是 即是完全 你想一想 這麼久以來 所謂的角表 是否荒謬 何況 我再說多次 九二當年是沒有共識的 我在傑斯那一集 我先講原因給大家聽 你在他虛假的假消息上面 假消息上面 做一些所謂的創造性模糊 全都是荒謬垃圾 不知所謂 所以就說 78.8% 即八成的人都不贊成 在九二共識之下重啟對話 我問你 陸委會有什麼的民意授權 可以跟中國共產黨重啟對話 沒有 事務性的談判可以有 但是 政務性的 國家主權 治權 政權的談判 不可能 88.8%的人希望維持 支持維持台灣海峽的和平穩定現狀 91.1%的人認為 台灣的未來要由2,300萬台灣人決定 即台灣自決將來 改不改國歌 改不改憲法 制憲修憲 改國號 改國歌 我們要怎樣做 獨立 正常化國家 結盟 加入聯合國 甚至要跟台灣開戰等等 台灣人自己決定 民主 憲政 法治 OK 沒有人要跟你統一 有 就剩下那個 零點幾% 8.9% 統計顯示 只認為自己中國人的人 低於3% 只認為自己 是要支持即時或未來與中國統一的人 低於9% 這是台灣 你可以說台灣 國防、深防、民防很弱 未能夠做到以色列法 Yes, you're right 我都呼籲這件事應該要改革 也都要一起這樣做 但你說台灣人 覺得我們要投降了 我說 就算你將這些民意調查 基本上 很大多數人支持俄羅斯 這是事實 而俄羅斯現在佔定的地方 大部分 都是原先俄裔 或者俄語人口為主 我不是說俄羅斯侵略是對的 錯 我不是說對的 沒有人會說 打仗殺人是對的 神經病 只是說 烏克蘭在未被侵略之前 他的國家是分裂的 分歧的 OK 六四開五五開的分歧 台灣 你說國民黨和民進黨都有這樣的分歧 但 一旦去到剛剛講幾大議題 我不是講三個議題給大家聽 基本上應該成為跨黨派的共識 但偏偏馬英九不聽 就算國民黨裡面的人 有人 亦都不希望這樣的法治也會做下去 OK 我們看到這個就是我們面對的實際的局面 OK 好了 這個就講得太多 我都是剛剛 就是柳夜寫一篇文章 會登在上報道 就是講關於 這個否釋對於馬閘議會的八項誤解 希望大家有機會的 這幾天他登出來 現在還沒登出來 我做節目還沒登出來 登出來可以上網看一看這篇文章 我簡單用寫文字 是比較容易簡單的原寫到 講話可以很累積的 我都要改革一下自己講話方式 但是就是馬英九 好 你沒有真正面對面講清楚 捍衛中華民國主權 和民主自由體制的堅持 你不講清楚 我們是非常憤慨 說什麼口術都沒有用的 口術改變 改變不掉任何的事實 你如果這麼想割表 你就表清楚他 對不對 表了不代表共識 至少連表都沒有 所以我就說 哎 世界上有些很荒謬可憐的人 可憐啊可憐啊 真的 那麼 集豬頭 搞完這一局 接下來呢 已經是11號了 派這個 趙樂際 第三 第三號人物 全國人大委員長 訪問北韓 又說什麼 中朝建交75周年 whatever 達馬 和馬英九 啊 不要製造矛盾 又和北韓達馬 對抗什麼 美國 日本 英國 澳洲 菲律賓 結成一線 大佬 AUKUS 以後可能有機會變成JOKUS 加日本 日本加入了JOKUS的第二支柱 AUKUS的第二支柱合作 有無人機 有一大堆東西 啊 所以我就覺得 塞神州 我會再 詳細分析那個 美日同盟升級的情況是怎樣 然後美日飛 11號 昨天 有一大堆的 新的演化 是不是 堅餘盆石的關係 南海互相簽訂協議 抗擊灰色地帶衝突 這些東西 跨黨派共識 美國已經是 你分化不了 日本和菲律賓 也都和美國站在一起 英國澳洲也都在一起 所以你說這些國家之間 聯合 軍演 巡邏 在南海 只會不斷加劇 那你如果 中國 在這個時間 再搞南海 出事 而美國和日本 改造在日本自衛隊的整個聯合指揮司令部 和美軍的結構組織 指揮組織 好得細節 不會對外公開 事實上就是 美軍與日本的自衛隊 日本就是陸海空軍自衛隊 和宇宙及網路的部隊 他們合起來 基本上不會說完全一樣 但是彼此之間會更加緊密的溝通交流和合作 一旦日本有事 甚至會一旦台灣有事 美日 美韓 美飛 全部凍起來 當然台灣是否單獨有風險 當然不是 中韓 中日 都有很高風險 南海 都有很高風險 即是東海線 台海線 南海線 還有中印邊境 四條中族 都很有風險 這個逐個逐個插 但 美國的態度就是說 結盟 結盟 這個結盟 美國要負擔很多的軍費 目的是什麼呢 不可以令第一島鏈有絲毫的偏差 OK 這一點我想已經成為了 無論是拜登還是川普執政 這個是不便 很多人說 川普執政他們孤立主義 所以會放棄台灣 我再說一次 川普從來沒有奉行孤立主義 川普從來沒有奉行孤立主義 川普從來沒有奉行門羅主義 什麼叫門羅主義 可以查回這個歷史 就像是傑克森 傑克森 傑克森的總統 所展現的美國的模式 正是他所追隨 那個不是的 孤立 OK 以捍衛美国利益为核心 但不会放弃对于民主价值的阵容的坚持 他们不会用这个摊派的方式 来巩固全球的国防 是要各个国家都要负担你们的费用 成本、努力 你们要自立自强 不可以经常吃我的奶水 要每个人都能够拥抱同一价值 而有强韧的国防、民防、深防 这样才是一只豪猪 台湾才能阻碍到中国的霸凌 这一点才是真正的地方 所以身为香港人的我们 身为台湾人的我们 有部分看这个节目的人 我都希望大家不要放弃我们的希望和信念 无论你身份认同哪个国家都好 就算你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都好 我不介意 你是不是和共产党走在一系 你和激权是不是走在一系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不行 这个是我觉得最基本的一个公因素 OK 讲太多了 我们下一节再讲其他议题 ero 2 辑